当时我考试的那一天 然后我妈穿了一身就是全红的衣服 希望我能考出一个比较红红火火的成绩 有个男生早上跟我表白 然后我拒绝了他 我很遗憾没有第一个走出考场 然后成为那个被媒体采访的人 紧张得我那个手都把那个桌子给蹭出泥了 7分吧 总体来说还是比较满意的 我是20年参加高考 它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年份 我们是7月7日参加高考 而且当时在3月30日之前 我们都是在家里上网课 所以说相对于来说 我们那一届的复习 也会相对比较繁琐一点 吉他打10分 因为我觉得 首先人要学会和自己和解 不管怎么样 他都是自己通过努力得到的 然后永远相信自己是最棒的 7分吧 因为我是尽力了 我是在努力了 但是还是有遗憾 所以我觉得还不是一个很完美的经历 我觉得对于6-70%的中国的青年来说 高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进入社会锻炼自己的一个途径 对我来说也是这样 因为通过高考之后 我才能去往更加广阔的世界 我觉得很重要 因为我们都是农村出身 走出来的唯一出路只能是高考 通过高考 走到了一个其他的城市 然后一步步又走到了另外更多的城市 让我见识到了更多的事情和更多的人 比如说这就是我的眼界 包括我的见识 还有我的思想 就是因为我的大学生活改变了很多 虽然不能够保证我以后 就是能有很好的工作 很好的生活 但是我觉得 就是这段经历对我来说 还是非常重要的 既重要也不重要 我觉得高考 只是说我通往一个新的阶段 新的一个平台的一个机会 但这样的一种通往有无数种路径 高考并不是我们的终点 在人生结束之前我们都一直在学习 对于中国的同学青年来说 高考是一条 就相对而言最为公正 最为理想的 通往未来世界大门的一个途径 改变自己命运的一个途径 我觉得并不是唯一的出路吧 就是比如说算我们高考了以后 可能也有很多生活觉得不太如意的人 所以这个人生还是比较千变万化的吧 人生是旷野而非轨道嘛 即使没有通过高考这一个途径 去实现自己的梦想 我觉得也是有很多其他的方法 可以去实现自己愿望的 高三的时候不管怎么说 它还是有一些压力吧 就是想着自己光努力就行了 不需要去思考一些未来做什么 但我觉得就是如果现在 以现在的角度来看 我们更应该考虑的是 就是想去做什么 想去学什么 这一点比去考一个 很高的分数更重要 国家这两年的这个政策方向上 也在除了高考之外 提供更多的反展方式 就是渠道更加多元化了 可以说对现在的考生来说 可能高考就显得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选择 但是不一定是一个 比较单一的一个路径 如果想去获得某个职业 必须要进到某个学校 这个目前来看呢 可能它还是 客观上还是存在的 就是游文单位 还是要去看这个事情 但是我相信可能 学历的那样一种光环 慢慢的会衰退 大家会更实际的去关注 真正的能力啊 真正的履历 即使考得不好也没关系 你人生还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性 就是你选择复读也好 或者说上一个 哪怕你认为不理想的学校 在未来的十年 你可能每个人的人生 又是不一样的 所以高 就是不用那么大的心理压力 就是正常去发挥就可以了 不必奢求有过多的成就 只要自己问心无愧就可以 就是相信水道而取成 人生的路还很长 总有机会 去在人生的一个一个环节 实现你想实现的东西 最后祝福大家在进入考场的那一刻 宝刀出窍 所向披靡 祝大家离开考场的那一刻 宝刀入窍 潇洒罗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